午安你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华视五间新闻 我是黄柏林 新闻一开始来关心一则 又发生了公车撞倒路人不幸死亡的案件 死者是现年还20多岁的文化大学二年级女学生 而她也正好是网球名将谢正鹏的女朋友 那么在过去谢正鹏征战世界各地 每当回台湾两个人相聚的时刻 一定都是情侣党一起到球场去练球 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的好 在各个社群网站都可以看到两个人的合照 然而在昨天傍晚的时候 当事人因为走在路上 公车转弯的时候疑似是因为视线的死角 没有看到行人就这样撞过去 虽然送医急救仍然不幸死亡 但死亡消息一传出包含死者的家属 以及谢家人都相当的难过 甜蜜合照看得出来感情深厚 20岁的张姓女大声是网球国手谢正鹏的女朋友 19号她不幸车祸丧命 谢正鹏po文说老天爷接二连三 从我身边夺走重要的人 这玩笑会不会太大了 明明讲好周末回去 怎么能说走就走 人在法国比赛的谢正鹏心情低落 因为这个女朋友已经走入她的生活跟家庭 不只出国比赛会戴上她 从两人生活照也看得出来两人很相爱 但19号下午5点就在下课时间 张姓女大声才刚走出校门 过马路就遭到公车撞上 人卡在车轮下动弹不得 驾驶疑似因为A柱视线死角意外撞死国手女友 如今被业务过时致死罪嫌送办 更不幸让这对年轻情侣天人永隔 记者齐永宁林志传报道